為我們班的這些中小學老師 介紹這部紀錄影片 然後很意外的 有這麼多朋友關切外配這個議題 然後我覺得從應該學教育的角度來講 我們一直本來我們的焦點最關切的就是說 學校裡面越來越多所謂的新移民之朋友 甚至現在已經到了八個台灣小孩 八個台灣小孩會有一個新移民這麼高的體驗 然後我們在教育界的時候 我們都常常聚焦在這些新移民之子上 然後我們就說如果這個學校 這些小孩一多的話 我們第一個很容易假設說 他們家裡的設計費程度是比較低的 第二個假設說可能在回到家之後 媽媽沒有辦法指導功課 我們這些教育者都會很擔心 可是有時候我就想想 當我們都把焦點放在新移民之子身上 然後甚至會擔心說 學校今天小孩多了會不好教 然後或者是他們的家裡的文化資源跟優勢不多 我們會很擔心他們的教養問題 成長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想說 那是不是有時候我們就忘了關心 這些新移民之子他們的媽媽 他們這些外籍配偶 這些外籍配偶為什麼會來到台灣 然後他們來台灣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 那我想這些是我們教育者們 就更必須破綁我們的眼界去認識的 那剛好透過我台南的一個朋友 知道說有一個越南女子叫阮金紅 她剛好就是因為她自己是外配的身份 然後長期也關注她的朋友 所發生的很多故事 那甚至因為她自己婚姻上的不幸福 所以她跟很多就是好姐妹們 也一起談論分享很多婚姻上的婚姻和出現 然後就拍攝這部紀錄片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那我透過這個朋友的迎接 然後知道阮金紅 然後她也得到雲滿五級的經費輔助 花費了兩三年的時間 拍攝了這部紀錄片 那她說我們今天先放 那待會八點左右她會到 然後她是我唯一認識的一個外籍 東南亞的外籍女子 不是一種很悲情的角色 出現在大家面前 不過大家看這部紀錄片 也會知道她曾經很悲情過 因為昨天她拿這部片子 跟我約在秀營的小碰面拿片 她走到我面前的時候 我有點驚為天人的感覺 覺得我第一句話跟她說 哇小姐妳氣質好棒喔 就是一個長髮姑娘氣質非常好 結果我回家看到紀錄片的時候 女主角是她 我一看怎麼全臉都是青春痘 然後看起來是憔悴的 充滿生活困境的 我想說怎麼落差那麼大 後來一看才知道紀錄片裡面 是她從婚姻當中的控制 陰影然後走出來 然後我現在 我待會大家看到的她 我覺得是一個神采意義 然後有自己的觀點 透過拍紀錄片 助我成長的這個新時代女性 大家待會可以跟她的對談嗎? 我們一起去發掘 她的這個新時代女性的人 在見面 好那我就話不多說 我們起來看片 謝謝 謝謝